回家拿出这个女神之类 接着我们先做出星石 钱刚好够呢就出这个吧那没办法了 下次这种情况就再攒100块钱 或者说把血瓶给卖了除了女神类就可以 看龙啊看龙啊看龙啊 其实打到这里我当时就跟你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拿到优势了要稳定的扩大优势 要稳定的扩大优势其实跟上一把是一个道理的 你看 找机会扩大优势 找机会稳定的扩大优势 游戏里我给你提示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选择 看你家里的野区啊 你家里有野怪 你家里有野怪这里还把城镇给放掉了你看 为了抢就还把城镇给放掉了其实你现在真的是完全吊打这个皇子但是没有必要 我可以杀皇子但是没有必要杀他 我只需要刷刷刷然后等资源刷新记住了 中期不要恋战的中期不要恋战的 当你觉得我可以控资源就是我可以随便控资源随便拆他随便打团 你说白了就是当你拿到一个优势并且你觉得你现在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候这个就是中期了 有的时候你前击打的比较快我3-04-0那我可能5分钟6分钟7分钟8分钟就是中期了 但有的时候局面打的比较稳的可能就要十几分钟之后才到中期 有的一出来拿四五个人头他6分钟就直接是中期了直接开始开始控资源了就直接可以开始控资源了 但如果没有这么大优势的情况比如说这一把我们是 更新完装备 就是刚才更新完装备那波出来之后 我现在是中期了 或者说前面我拿到装备都可以控先锋 但先锋没有了吧 所以那个就不算中期了 但我现在可以开始控资源了 那我这个时候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个 资源上面 中期任务很重要 黄鱼塔 资源 黄鱼塔资源 如果你拿到优势但你不控资源 那你的优势就没法扩大 这只是其中一种扩大要事的方法但是是最稳定的一种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上一把雪崩了 上一把雪崩你控不到楼 你控不到先锋 因为你去控资源对面就把你杀了 那种是劣势 那你现在是优势你也不控资源 那你优势和劣势有什么区别 所以 拿到优势之后 控资源是最稳定的一种扩大优势的方法 最稳定的那种 他不一定是最好的 在他绝对是最稳定的 打架也是一种 打架也是一种 但打架就像我刚才前面讲不稳定 不稳定 所以有好有坏 这也是路亚鲁这游戏做的厉害的点 做的很平衡 做的非常平衡 中期扩大优势的方法有很多种非常多种 像我刚才讲的打架 拆打 控资源都是 我们在当中挑一种最符合现在局面的来做就可以了 比如说对面现在几个残血在中路呆着那肯定我们就选择打架而不是先控资源 但是现在没有那么好的机会我们肯定要选择优先稳定控资源 这是 最稳定的 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种时候 记住了可以杀但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这个红buff就算抢到了又能怎么样 对不对就算抢到了又能怎么样 这种时候 拿龙 不单单是拿龙 不单单是拿龙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资源争夺战 这个叫做利用 资源 B团 他如果过来跟你打团OK他记很简单因为德邦3-0 我们家EDC3-0 恶于3-1 那他如果敢过来打团他就记 他如果不过来打团我们还把龙拿到了 我可以到后面再用小龙再用先锋再用大龙再用远古龙来逼他都没问题 都没问题 所以拿到优势之后要学会稳定的扩大优势啊这个下一局游戏一定要注意不要再犯一样的错误 而且你很会挑时间 因为你每次死都在资源刷新点死的 我再给你看一遍 你看 20秒峡谷先锋刷新 所以你很会挑时间你每次都在资源刷新点不错把自己害死的 打个1换1没必要啊 完全没有必要是不是一样的问题我就不说了 后面我就 一笔带过吧 直接一笔带过吧 刺略的过激 就是浮浸一下 正面团是随便赢的 正面团是随便赢的 但是你看你每次都是 对吧 这个都是可以改的 都是可以改的 但是它就不许可以改的 怎么可以改的 就好了 听到